大家好,我是RJ,欢迎回到RJWarren 美国华盛顿时间3月1日 DSCA公布了一项最新的对台军售 虽然金额仅是美金6亿1900万元 总额大概是台币191元 并不是很大的案子 但是内容很受注目 如大家所见 这些内容包含 1.100枚AGM88B反辐射飞弹 以及23枚训练弹 2.200枚AM120C8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3.4组AM120C8的导引总成 4.26组绕129多功能发射器 其他包含重要的软硬体升级 以及训练所需的软硬体文件 后勤资源以及核约承包商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台湾空军第一次取得AMRAM是2000年的故事 而当时的型号是C-5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还不能存放在台湾 是存放在关岛 并且以核约的形式规定 美军必须要在战事爆发的48小时内 将所有的飞弹送到台湾 后来 虽然解放军取得了R-77之后 2004年的9月起 AM120这款先进中程空对空飞弹 就正式在台湾空军服役了 每次想到这段故事啊 我就很想要谢谢通尼教官 当时就是他在美国政府内扮演重要的角色 身体力行地执行这项专案 并且亲自到安德森基地 去寻找探访可以存放放置的地点 才能让台湾的F-16能够取得最适当的武器 台湾应该谢谢通尼教官的地方 有很多很多 但是光就这一点 我就希望台湾的某一任总统 可以公开的颁发 感谢通尼教官的勋章 因为他真的对台湾的安全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 AM120只是其中之一 好的 马果教官有提过 他们在美国受训换装的时候呢 早就都已经接受了AM120的训练了 而当时已经是距今20多年前了 AM120也不断的演进 而这次来的型号是C8 其实也就是俗称的AM120D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小换代的D字母呢 最直观的原因就是 射程直接拉到150公里以上 在整颗飞弹的大小尺寸都不变的状况之下 为什么射程能够有这么大程度的改变呢 最主要就是内部元件 有一大部分从机械式的结构转为电子结构 大幅清出了内部空间 于是燃料可以大幅增加 同时要注上雷神也取得了材料科技的进展 燃烧更有效 而且也能够更聪明的调节燃料的使用 而不再像传统飞弹这样 一下子就烧光之后 只能使用高度与动能来击杀目标 新的AM120D 可以依照目标的状况 调节内部的要助使用方式 并且具有再点火的功能 哦这个很厉害哦 他让飞弹有更好的机会来取得更大的攻击能量 这当然也有助于不可逃脱区的扩大 那关于不可逃脱区的解说 我们会请专业的教官来说明 敬请大家期待 除了射程可以来到150公里 有人说160公里 更重要的还是GPS功能的引进 以及双重资料链的导引 这个双重资料链的重要性 就是在高电池干扰的环境之下 有另一个资料链的传输选项 因此提高了抗干扰性 GPS那更不用说了 只是对于射击的准确性 甚至是爆炸点的计算上 都有了更精确的参考 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个小小的结论 这次获得AM120D的更新特点在于 A 射程提高到150公里以上 而且可以自行设定多次点火的推进系统 B 双资料链的传输特性 抗干扰性能大大提升 C GPS功能提供精确的射击参数与计算 D 飞弹构型尺数不变 AGM-88B反辐射飞弹 奇怪 去年12月 国防部不是在立法院证实 刚到获一批有经过升级的AGM-88吗 那跟这次宣布的有没有关系呢 事实上 已经到台湾服役的 也就是经过升级的AGM-88 实际上是川普总统时代批准资源 出售给台湾的 当时是卖了50颗作战弹 还有10颗的练习弹 而根据美国政府的文件 这一批50颗的AGM-88 除了弹体本身需要更新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得到一份合约 协助台湾的奉展计划 也就是F16的升级计划当中 整合使用AGM-88的反辐射飞弹的能力 也就是说 2017年的这项军售 除了卖给台湾飞弹本身 以及飞弹的升级 还包含了台湾F16机队需要的软硬体升级 所以这次是追加了100枚作战弹 以及23枚的训练弹 预计仍然是以AGM-88B 来进行弹体的必要升级 过去有媒体议论 为什么卖给台湾的不是AGM-88E 关于这个 因为AGM-88E是与意大利共同开发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跟ESSM还有CRAM的问题是一样的 只能由美国来协助另辟蹊径 那么目前可制的升级呢 是来自GPS导航系统的加装 这使得飞机可以在发射前 能够经由发射机取得GPS资料 输入给飞弹来得到另外一种的 Pre-Breathing Mode 也就是预先提示模式这样子的能力 为什么需要更多的AGM-88呢 SEAD没错 这是在俄乌战争上 可以看到AGM-88有多好用 而且美国自己在白杀实验场 几乎有各型假想敌的雷达 AGM-88在那边测试过 几乎都是奏效 这能保证 它在战场上有更高的击杀率 这是通理教官可以跟我们分享过的故事 可是 在台湾周边的战事发生时 这个SEAD除了发生在路上 也可能发生在海上 而且发生在海上的机会 应该远比路上更高 也就是AGM-88 更可能拿来对付中国的侵犯船团 使它的雷达不是关机 就是被摧毁 在这种状况之下 空色的鱼砂飞弹 陆色的鱼砂飞弹 海色的鱼砂飞弹 海色的熊二熊三 陆色的熊二熊三 就能尽情的猎杀 中共的来犯船团 这当然对我们未来的台盆防卫作战 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一任的Joe Biden政府 对台湾的军售方向 已经多是以卖单要 而不是卖载台 也就是希望 藉由军售的策略影响 台湾的建军构想 一点一滴的 把不对称作战的战略思想 实现到台湾的三军来 这从这一次的军售 以及上一次的军售100枚 AM-9X2小伟神飞弹 尤其可见一般 那随着战争压力的逼近 看到这种军售的消息 无疑能让更多台湾人安心 但我们也期待 下一次的军售清单上 能够让我们看到 158这三个数字 即使是暂时存放在关岛都好 你说是不是呢 好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阿杰瓦润我们下次见